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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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的最好是做官发财 但如果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成了佛 你看这个人有多大的福气 为佛母佛父 这不但是报答父母的大恩 就是罪恶方面 也就不会加增父母的重担 亲生的父母固然得到好处 就是多生多结的父母 也就占广不少 我们因为要报答父母的亲恩 所以应当学佛 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我们放开眼睛看看 打开耳朵听听 除了佛以外 还有什么人比得上佛的智慧 佛的慈悲 佛的功德 佛的神通 向好三昧变才呢 所以我说 要同佛陀一样 那我们就决定要学佛 二 一般人对于佛教的误会 大约有三点 一 误会佛教对于国家没有关系 他们以为国家是入室的 而佛教是出室的 是消极的 二 乌龟拜佛念经是无聊的 是迷信的 三 误会出家人在社会上 没有什么贡献 他们以为 是农工商各有职业 只有和尚是寄生虫 是分立的 三 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首先了解什么是三宝 什么是皈依 继而知道 为什么要皈依三宝 要答复这个道理 就是要明白佛法的内容 然而 佛法的内容有无量无边 而最恶要的又莫过于正见 这种正见又从何来呢 那就是从正法而来 正法就是佛法 四 佛法为什么叫做正法呢 因为佛法中最重要的教理 就是身心因果 所谓做如是因得如是果 做恶因得恶果 那么恶事当然就不敢为 而善事就要勉励去做了 人人行为向善 世界自然也就会太平 佛法救世就在此 而我们为什么会一三宝 也就在此 5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首先 了解文法的重要 何为法呢 就是在寂寞广大无垠的空间 四十千流不停的时间 乃至其中的形形色色事实物物 通通通叫做法 法有两种 一种是有漏法 另一种是无漏法 一 什么叫做有漏法 就是 是不明事理 随烦恼造作 生死不断 轮回无尽 犹如漏气圣水 终不能买 所以叫做有漏法 这一类的人叫做凡夫 二 什么叫做无漏法 动达人 动达人 动达人身根本道理 动达人身根本道理 不随烦恼而作业 正道不生不灭 轮回几段 犹如漏气圣水 一滴不漏 所以叫做无漏法 这一类人叫做圣人 六 世间一切终身实在是苦 既苦则空 既空则一切如幻 我们文法要从文入观 起深达如幻的智慧 知一切法既如幻化 不过众生迷而不悟 七 那么同体无我的大慈大悲心 不要你勉强去发 它都会如怒潮一般的发出来 我们只要依着这条路走去 每日 从朝至暮 只要自问自行 不须问着旁人 我们造成佛的因 决定不会收众生的果 八 正信佛教徒应有的认识 一 正者 物邪为正 信者 信仰 即 崇拜敬仰之意 孙中山先生 所谓 由信仰 而发生力量 故力量发生于信仰 如有真实信仰力量者 要在千军万马当中 不能夺其智 刀具在前 俘获在后 坦然不惧 丝毫不动 到此田地 才有信仰之力量 二 所谓佛者 绝也 所绝者何 所绝者是 有如是因 必有如是果 云何为土 土 及弟子之意 我们知诚佛 乃由师父教导之功而来 而师父之能 教导我者 由研究经典而来 父 身从法来 法 从佛来 佛 从法来 法 又从身来 离了法 离了身 则亦不能成佛 三 对佛法 身三宝 不可分别心众 有些人 只知拜佛 对僧众抱着 藐视的态度 这是要不得的 或只知研究经典 但不肯拜佛 此事重法 轻佛 若无佛 那有法 又有些人 对于师父 则尊重礼拜供养 但不肯看经 只求得个师父 就够了 此事 众生轻法 若无法保 师父 又从何而来 四 世间的一切 都是虚妄不实 所以 要归一三宝 多修福慧 福慧圆满 即可成佛 而最低限度 亦不致 失去人生 是看 你们有屋住 有父母 乃至样样俱全 可是我们 则条件缺乏 你们乐 我们苦 其上帝之不平等 如是也 要知福慧 乃自己求智 或如 以自己造之 燕云 或福门 为人自招 故劝大众 先要修福 求福之法 要利益他人 好比对方的人 无论是父母 兄弟 亲戚 邻里 乃至社会国家 凡有丝毫损人利己之行为者 为之害怕 此就是这福 若无福即有祸 祸非外来 亦有自作 故云 为人不做亏行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六 我们要恭敬 佛法僧三宝 若人人学佛 人人都是良民 四万万人学佛 四万万人都是良民 此良民 乃由僧结教化来的 僧由法来 法由佛来 佛由僧来 故佛法僧三者 是大地众生之名登 九 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分四个方面来说 一 要研究教理 介绍几本书 作为诸位一个参考 再加学佛法 居家侍女学佛法药 佛教人趁正法论 整理森切制度论 入佛指南 佛学概论 佛学大纲 法相为试学等 以上各书看过后 总未能深入精脏 至少我敢担保 你能得到佛学上的 许多尝试 二 要行为端正 研究教理向眼 行为端正向脚 竹目双运 抑郁修行药 皆行相应 然而行为端正 以什么为标准呢 就是要延迟五界 如果僧徒行为不减 可以使整个佛教受影响 所以做一个佛教徒 不但是要明白佛理 并且要延迟佛界 并且要延迟佛界 三 维护森宝 一 森宝是弘扬佛法的如来使者 老实说 假使世界上没有了生气 那佛法也就完结了 佛家如果没有佛法 就等于人离开了灵魂一样 二 因此 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对于森宝应如何维护 恭敬供养赞叹 同时 遇到有人欺负森杰的时候 我们做在家弟子的人 应当不辞为难 距离为乎 五国佛教寺庙中 都有一尊 魏陀菩萨 拿着一根金刚相摩处 终日站在佛陀的面前 这就是象征佛教 要在家信徒 护法的意思 四 尤其是 世尊在临涅槃的时候 将佛法嘱咐国王大臣 这也可见 在家佛教徒 护法的责任何等重大呢 希望在座的诸位 将此语辗转相传 莫忘临善遗嘱 四 推行佛化 一 研究教理 可以明白修行的途径 行为端正 可以做一切人的模范 而起信仰 维护僧宝 维护僧宝 可以续佛惠命与不绝 推行佛化 就可以使社会 人心向善 世界安宁 推行佛化 是佛教徒的 唯一责任 二 佛化要如何去推行呢 我平常有三个口号 就是文化教育 慈善 因为有文化 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 有教育 可以栽培 红华的人才 有慈善 可以得到 社会上的认同 所以 文化教育慈善 是今后佛教的 三个救神圈 三 我很希望今后的佛教徒 能从这三方面去做 一定会得到 很大的效果 我们佛教徒 应有悲天 敏人的心 来救世救人 这才算是 一个真正的 佛教徒 十 佛教伟大的三种精神 这三种精神 就是我们佛教里的 入世 出世 和旧世的精神 佛法五称中的 人称佛教 就有着入世的精神 天称佛教 阿罗汉称佛教 与辟知佛称佛教 就有出世的精神 最后菩萨称的佛教 便是旧时的精神 出家中是适合出世的 在家中是要入世与救世 所以 人其表而菩萨其心 这便是整个大乘佛法的精神所在 十一 求学的态度 众生 在未达到无学的佛果位以前 通通都是在求学的过程中 求学有四点要注意 我们求学的目的是在充实自己的智慧 不问任何艰苦的场合 只要有学可求 就是我们理想中的乐园 二 不责人 亲近一切法师 不因其分别性 圣人无常事 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法师所教的一切 不管他自己能否实践 只要我们能依教奉行 得到受用就好了 三 物则实 求学要精进 专心致志在学业上用功 一刻也不要放松它 四 物则学 所谓法门无量试远学 我们身具人天师范的地位 除了对本论音学的三藏十二部教点 要有所了解外 其余的一切外学 也要有个轮廓的认识 到将来运用时 才能左右逢源 而不致犯着 输到用时方更少的毛病 五 求学的态度 除了上面所说的四点外 还有我时常所说的 戒如根 定如干 慧如枝 叶花果 要戒定慧三学其修 同时并尽 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 希望大家要有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的毅力 来为佛学的受用而学 才有成功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4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 日期6月25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两点开始 49日药师法会圆满小萌山 日期6月26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两点开始 供请战性法师祖法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共募福恩 欢迎加入分会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今天是六斋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灾界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 或舞不时 随省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不 ki 不思讨